特评教授 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特评教授 蒋座教授 美国气象学会师 那么下面这个简历呢 我就不读了 大家我们在网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个他是荣誉等身啊 就是说我就 他是美国的著名的季风专家 和王斌教授是一样 他今天跟我们报告的题目 是海洋大陆季风特征 那么冒号 中尺度地形控制 大尺度降雨的气候和预测 好 欢迎张志伟教授报告 谢谢 我现在打算马上就 share screen可以吗 听到了 我讲话有听到吗 我现在share screen 好的 直接把port point放上来 我今天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区域季风 所以这个区域是海洋大陆 就是Maritan County 正好就是在赤道上面 这个区域呢 正好就是这个 王斌老师前面第一张图 还是第二张图上面 旧的一张季风的分布 不是那个后来 Ramage的分布 里面这不是 在那个赤道上是空的 就是说等于说 按照旧的那个图呢 这里没有季风 事实上这里季风不但很强烈 而且如果我们因为主要 我和王斌老师一样 主要都会着重在下雨 那么下雨来讲的话 这里的季风雨呢 大过所有地方的季风雨 因为这个是原始热来宠林 所以是 而且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大 海洋大陆这个在赤道 这个基本上东西的这个 这个覆盖的区域就是很大 那么回到刚才王斌老师 已经说过了 这个季风是包括风和雨 那我们这里所谈的 也是主要是讲的是雨 那传统观念上呢 就是刚才王斌老师讲到 大尺度海路分布温差 造成这个大尺度的环流 那通常大尺度环流底下 就会有中小尺度的扰动 各种各样的天气系统 激烈降雨等等 那这里我想要报告的呢 就是反过来 把这个相反的性质提出来 就是海洋大陆这个地区呢 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地形 地跟海和地形本身的 这个错综复杂的结构 所以呢 这个季风降雨的控制机制呢 是季节风 就是随着这个季节转换 会反过来 加上和中小尺度地形的 这个交互作用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在这里我会提到 至少有四个 和平常我们在讨论 大尺度季风不一样的观念 第一个是呢 在这个什么地方是东季风区 什么地方是夏季风区 在海洋大陆 这个是交错复杂 同时存在 第二个呢 是从夏季风到冬季风 这个过渡期间 就是春和秋的时候 这个降雨的这个 Seesimal March呢 是不对称 第三个呢 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址 就是台 有一个台风会在赤道产生 也是因为这个地形 这个台风 等一下我会有比较深入的介绍 这个和一般所谓的 近赤道台风 很低纬度台风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它生成的机制动力 完全不是一般的 大家以为富热带 什么台风 吹到快到吃到一样 这是完全两回事 第四点呢 是最近发现 因为这些中小尺度的地形 居然会让气候模式 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季风过度的推进 这个是从夏季风到冬季风的 基本上来讲是连续的 但是就是七八九月 是十一十二 从这个印度到印尼 或者澳大利亚北边 可是反过来的时候呢 三月四月 这也是王明老师以前的工作 它这个不会连续的向北移动 就是经过这个路桥 而在五月六月它就跳过去 所以这个是不对称的 那这种从夏到秋的这种移动 以前的人就认为 这是跟着太阳在走的 那春天为什么不跟着太阳回去 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张图呢 是冬季风的 我说冬季风 其实讲的是降雨 冬天的降雨减去夏天的降雨 这上面的这个海面风 卫星风 也是冬天的风减去夏天的风 所以红色的地方呢 就是夏天的雨大 绿色或者蓝色的地方 就是冬天的雨大 因此如果说什么地方是冬季风 什么地方是夏季风 那么你用赤道做这个 做一个分开的 作为这个分界线 那你就很简单可以说 北边是夏季风区 南边是冬季风区 可是冬季风区呢 又会伸到夏季风区 像手指一样往北边伸去 而没有反过来的现象 所以这是不对称 那么为什么会向北边伸过去呢 那你就比如说菲律宾 菲律宾的西边是夏季风区 东边的是冬季风区 很简单 因为这个冬天的东北风 这个是东北风 距西南风 所以更大的东北风 跟这个山脉的交互作用 那什么地方是冬季风 会跑到群入夏季风呢 就是所有都是在这个山脉的东边 山脉的东边 什么地方是 那么夏季风呢 当然也是风朝着地形的地方 发生交互作用 这里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在 这个是波尔尼尔 就是婆罗州 是不是这样讲的中文 这个地方有一些下雨的地方 非常靠近赤道 这个地方 风和山是平行的 不是垂直的 这边等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化眉台风 深层的区域 它还在更南边 那这里为什么会有 冬天会有下雨 因为冬天的风 跟碰到地形 冬天的风特别强 比夏天强很多 所以这里会有风切 风切就是造成这个 positivetic 加上这么多高温重视 所以很多队流降水 很多潜热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涡旋呢 是 是这个全世界 春夏秋冬 四季所有地方 固定区域的 positivetic中心 没有一个地方 比这里更高 没有一个地方 出现涡旋的频率 比这里更大 所以这整张 这个东夏季风的 区域分别呢 可以说就是由 中始度的地形决心 决定 那秋季风 减去春季风 这里是雨 没有把风 没有减 风子这两个都画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 秋天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秋季风 就是transition season 的降雨呢 是连续地从 印度这边 朝着印尼这边 可是春天的雨 是这个绿色的 它就没有 没有经过这个 原道回去 它就被挡住了 所以这就是刚刚说的不对称 那这个不对称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分析来看 就是我们把秋天的海平面气压 减去春天的海平面气压 就会得到这张图 这张图有点像刚才王老师 也有一张图 就是因为海热 海热跟地热 就是heat capacity的不同 所以比如说北半球 秋天在这个 地上的气压比较高 在海上的气压比较低 这当然是 就是因为北半球 地上先冷 地上先冷 所以气压就比较高 这个分布是完全可以 由这个大陆跟海洋分布 来解释的 有一些细节不一样 那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天气系统的 这个 这个gestion 群入了结果 所以两个应该是反过来的 但是为什么北极跟南极 没有反过来呢 那是因为北极是海 南极是陆地 所以很简单 我们把我们这个区域呢 集中在这一块里面 这就是海洋大陆季风区 把它放大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等压线呢 其实还是delta 是difference 不是真的等压线 是气压修减冬的差别 那如果有了这样子的 气压的差别的分布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中 就会因为气压 气压梯度会散生 这样子的风场 所以这个风场呢 也是一个差别的风场 而这个风场 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在 这一块地区 是复合的 很多是convergence 也就是说 秋天是convergence 秋天是convergence 冬天就是divergence 那么季节的转换 是从太阳 从北向南 我们季风中心 从亚洲往澳大利亚 或者从印度到印尼 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 对流降雨的推动呢 是经过convergence的区域 这是有利的 那春天为什么回不去呢 因为春天 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要碰到 他的地面是divergence 所以这是不利的 所以这张图呢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解释 来解释为什么 秋天跟春天是不对称 春天为什么回不去 要很费一个镇静 然后这边都热起来 然后这边都热起来 才会跳上去 这个工作呢 那个王卓教授 现在在伊丽多大学呢 曾经做了一个数值实验 他就是用全球大气模式 那么这上面这个分析上 等于是观测上 这个春天 这是一月到十二月 春天这条红线是断掉了 秋天是连续的 但是模式也有断掉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春秋的 海温平均以后呢 它就没有断掉 所以这个等于是 对刚才的理论呢 提出一个模式上的验证 下面呢 就是回到刚才讲的 这个波罗洲涡旋 或者Bornio Vortex 那这个是刚刚讲过 是冬季风的主要 和持续的特征 在你如果把全球每个地方 来分析这个 一个一个的涡旋 或者中心都点出来的话 没有一个地方会比这里 你把四地放起来 这个也是 这个春夏秋冬都有 都有 但是冬天最多 这个原因刚刚已经说过 是因为低层风 和地形的交互作用 因为这里有序尔 加上很高的这个 ZetaE 所以会有 对流浅的释放 那这个现象呢 和我们就要用来 跟讨论化媒台 2001年化媒台 非常特殊的一个台风 的机制 我们就要放在一起讨论 2001年12年 这个化媒台风是发生在 这个12月的圣诞 圣诞节之前 那如果用850的风场 跟Votici厂来 一天画一张图的话呢 这个是 这个上面是风场 底下是Votici厂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寒潮 寒潮的定义 不是说冷 是冲等的地方来的 但是就是东北 低层东北季风的加强 会surge 那么这个 这个汉潮是越来越强 汉潮 下了南海 深入赤道以后 过去还会 还会回转弯 就回来 回头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赤道 这个附近呢 制造 就是Bornio的 西边呢 制造一个 Votici Center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做 Cyclogenesis 就是Tropical Cyclogenesis 事实上是 Equatorial Cyclogenesis 就是在赤道地区 会产生一个悬生 那底下这张 是Votici的图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用 Equatorial Beta Plan的 线性模式来解释 这就是 你所能找到 最简单 最干净的线性模式的 不能更简单 这个跟刚才那个 王老师说的 Gail模式 还有Peter Webster 还有Masono 他们的模式 是一样的模式 非常非常地简单 也没有Mainflow 是线性的 你如果我们 就用这么线性的模式 在北纬30度的地方 说因为西伯利亚高压 或者蒙古高压下来 有一个气压升高的 Forcing造成这个寒潮 使得东北激风加强 我们就放一个 Analytical的解释 比如说可以 突然间升高又降下来 或者升高比较慢 等等有各种形式 那么在这里 就求一个数学的解析解 这个不是数值模式 那数学的解析解呢 在这个 这里第三天 第四天 第六天 第九天 就会有这个现象 当然第零天 就是一个高压中性 在30度 这个高压就是起来又降下去 基本上 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反应 这个反应里面有Rosby Wave 还有Kelvin Wave Mix Gravity Wave 等等 那这个主要 这个当然就是Rosby Wave 这种是Equatorial Beta Plan Mode 所以它不是跟 跟个中纬度 任何都没有关系 它是F等于零的状况 那这个就看到说 虽然没有地形 也没有什么环境都没有 最简单不过的 就是放一个30度 让它气压升起来又下降 来代表寒潮的作用的话 就会产生这个东北风 很有意思 这个东北风 过了这个赤道以后 还会有Cross Equatorial 会返回去 你可以看到 这是返回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 Sychronic Center 这个Sychronic Center 这个位置 跟这个Bornio Vortex 是非常简直 所以这个是赤道动力的 波动的基本的结果 那这个基本的反应 讲简单一点 就是Geostrophic Adjustment 因为你开始有 Pressure Fogging 所以你有Gravity Wave 所以你必须要调整到 想要平衡 可是又不能真的平衡 那另外可以注意到 这个东北风的越来越强 而且这个还会 越来越倾斜 开始说完全没有倾斜 这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在Equatorial Wave Mode 你用南北的Mode 就是N等于12345N等的 这个N越小 这个Amplitude 越靠近赤道 那么你N高的话 就是表示南北 有很多波动 要转来转去 那么大家知道 罗斯比波的一个基本 这个我去查了字典 Dispersive Relations 叫做平散机制 所以越大尺度的波 向西走的越快 那么越靠近赤道呢 也就是越小 越大尺度 所以这里是很多很多个的 N从零到无限大 那么这越大的 它往西走的越快 它的Amplitude 就越接近赤道 所以越接近赤道的地方 这个波的能量 就越向西传的越快 所以就自动产生一个 倾斜和倾斜 这个倾斜 这个倾斜 过赤道以后 自动产生一个Tc 所以这是一个 完全赤道动力的理论节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里面 Day 3和Day 6拿来 放在一起 我强调这里有一个 Cross Equatorial Flow 然后会打回来 这里产生一个Votage 和实际上 化媒台风的天气图 12月19号和12月20号 是不是很像 所以在完全没有任何 其他的假设里面 基本动力的最Basic Fundamental的机制 就要在这里产生一个Votage 可是这张图看起来 好像太漂亮了 而且这个事实上 是林浩老师做的理论分析 是20年前做的 很有意思 先有理论 后有观测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这个观测 是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结果居然被看见 那他们两个 其实还有一个 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理论上 这个宽度呢 这个水平宽度呢 是远 是比这个 实际上这个化媒台风 这个系统 环流系统的宽度呢 是大了两倍 所以它并不是正确的 可是这个也可以解释 因为这里没有地形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动力 放在南海 这样的地形里面 那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整个这个 寒潮所造成的 这个环流系统 不可能是 真的大过两倍 而会被 这南海两边 三边的这个 山脉组格 把它缩小 所以这张图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 一个提出的 一个意见 就是说 这里有基本的赤道 动力在这里 可能是造成 化媒台风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 它会很少看见呢 为什么以前没有看过 后来也没有看过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 对不起 这是什么 就是因为 这个地形狭窄 南海地形狭窄呢 我这里出现了一个 允许其他成员 添加互动 必助 我这可不可以 把它删掉 对不起 这个狭窄的地形 使得 这个东北季风 产生的寒潮 尤其是那个 Push 一直延续到 一个礼拜以上的 越来越强 它越来越强了 它制造的 虚拟地形狭窄 就越来越大 它就越容易产生 这个赤道悬生 就是 Equatorial Cycle Genesis 但是呢 我们想象中 如果有一个 Borneo Vortex 这个时候 东北季风吹下来 它不可能是贯穿 这个中心 不可能是产生 好像这个 一个零 画一个鞋 或者像一个 希腊字母的Phi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这个 气旋的推向 这个Borneo 波罗洲岛上去 对不对 那当这个气旋 一被推到这个岛上去 它碰到地形 那很简单 它的潜入释放 它的队游 它就会 组织就会被破坏 所以它就不利于发展 所以这个狭窄的地方 就不能够 不容易让气旋 或者台风 真的发展 也是因为地形的原因 所以这两个是 相互抵消的 那不利的发展呢 是大过这个 有利的发展 那么后来我们就想 我们要算一算 到底是 为什么不利也会发生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要算这个几率 就有一点像 大家想过去 最重大的宇宙学的突破 就是他们可以观测到 这个重力波 就是这不是我们的 Gravity Wave 这个是Gravitation Wave 是爱因斯坦的 这个相对论理论上 这个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 这个重力波那么小 它怎么观测 但我们现在的几率这么小 我们怎么去算它的几率 你可以算一个什么几率 是20% 80%好办 你要算一个几率是0.001 也许你用理论可以去算 但是你用data去算 用观测去算 那太难了 我们做的办法呢 就是很简 就是等于是 我们拿了51年的 51个东西 就算这里面有多少次 强盘潮可以延续一个礼拜 有多少次波尿 有几天会停在海上 不会被推到地上 然后在太平洋 大西洋 如果有pre-existing 预存的这个扰动 有百分之多少 会变成台风 把这几个都放在一起来 算的话呢 我们就算出来是 每年出现的机会呢 是0.1% 到0.5% 就是300年到400年一次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那么也许波尼沃泰克 这51年有6次 在赤道海面上停留了4天 如果停留3天 也算它说不定可以的话 其实那么这个6次 就变成20一次 因此就变成100年一次 所以后来很多 这个国际的报纸 还有科学杂志 报告我们这个工作呢 就是说我们说 这是百年一届 那这个 OK 这里就做一个结论 就是持久的强际风寒潮 和波尼沃特交互作用产生 发展机制符合赤道波动里面 狭窄的地形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加强寒潮 有力发展 但是空间变缩小 不利发展 发展的机率 我们就很粗略的估计 是100年一次 之后就至少有6个 这个研究团队呢 要模拟这个化煤台风 他们全部都成功 他们讲的结果呢 有包括说是 环境气流啊 蓄源啊 Ruticity啊 潜入释放啊 边界绳等等等等 可是我的感觉是 这个全部成功的 数字模拟呢 没有回答 为什么这里会有化煤台风 因为问题的本质是错的 因为这里每年都有 有寒潮 每年都有潮湿 每年都有 需要的环境 气流 全热是放边界 什么都在 为什么就这年 这一次产生 别的年没产生呢 当然就是说 所以这个问题呢 要是一个成功的数字模式 就是说 这一年我做出来 前两年后两年都出不来 这样就是成功 但是我有一点感觉 就是说这六个模式 如果拿到其他51年 可能很多年都会跑出一个台风 或者不止一个台风 这个感觉呢 让我做了一首诗 这个是气炎律诗 最近改了一改 平转分量 系数穷 平转分量就是地球自转的 那个水平方向的component 气血没法成英雄 寒潮总是吹温雨 赤道居然起暴风 可是模式呢 目的迷糊四焦点 模式万能模式做虚共 为什么呢 因为季风深入经常见 只有化媒全死终 OK 这个是 下面就是最后一个题目 讲到这个中小尺度的 在这个季风区的作用 就是它会造成预报的困难 那季节预报呢 最主要的这个 predictability 就可预报度呢 主要的来源呢 通常就是ENSO 那ENSO的 会影响全球很多地方 可是很多地方不是很零 比如说 美国CDC 它的 这张图不是CDC 这张图是UC Berkeley的 那个网站上 它说ENSO会这样那样 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美国西南部呢 会在碰到Elon Lino 要是会下大雨 那CDC有一个专门的 这个图 美国的国家气候中心 最近上了报纸 因为我不晓得 在中国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 我们住在加州的人 今年一月非常惨 下雨下的不得了 然后 我们屋顶也都淹水 都破道数淹水 今年是 基本上是 阿里纳 虽然是有点退后 但是还是阿里纳 所以美国这个CDC的预报 就是加州 就是南加州 是干旱 我们北加州 就是中间 可是 结果是正好相反 但是所有的这个 各种impact里面 比较文 文它的 比较 比较正确 通常认为 是 在冬天 会造成澳大利亚 印尼和菲律宾的干旱 也就是说 回旱灾 那这个原因呢 当然是 walker circulation 那这个 也就是这块地区 回旱 那这块地区呢 也是大家认为 这个比较最牢靠的 用恩手来预报 最听话的 这个美 东南亚国家的 他们有一个靠 我记得以前的 很多年前 我常常到北京 气候中心 每年会举办一个 COFF 就是气候预报 那我记得是中日韩 然后有请东南亚国家 还有全世界很多地方 大家预报原来 共同讨论 这个下一季 这个 这个 雨多雨少 会冷 会热等等 那这个 在WMO的鼓励下呢 这个东南亚国家的 阿西亚的这些国家呢 在2013年开始 他们自己组织的 一个COFF 那2013年的时候呢 他们也就做了一个 对冬天的预报 这个是 这个我记得 这个是11月初 他们做的预报 预报冬天 冬天已经有点开始了 还没有完全开始 那每个地方呢 就按照说 为偏丝 偏干 多雨少雨呢 还是中间 中间就是中间 这个数字 就分几个区 那我们现在要 focus的地方 这个是 Maryton Conning 就是这个 Maryton Conning 西边 这里呢 201314呢 他们说 偏丝是35 正常是35 偏干是30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我在场 而且我是 我是给了一个 第一个 我是给了一个科学演讲 把这个背景 报告 那个时候 英国 日本啊 EC啊 我记得 中国 还有APCC 的模式 都被拿出来 讨论 讨论结果呢 大家不能决定 这边怎么办 那么 应该就是 30 40 30 就是你不知道 怎么办呢 就是30 40 30 就比较好办 可是呢 有一个国家 不好意思说谁 他已经发表了预报 他对预报呢 说 偏失 后来 他说不能改 不能改30 40 30 他们 无法交代 那我就提一烂 就35 35 30 所以这边 大家看到35 这是唯一一个35 等一下你们就会看见 这个地区 每一年都几乎是 讲它是正常 这里我 就是每一年 我都拿出来 这一年是30 57 40 这一年是50 这一年是40 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呢 在这个 2017年 我们在新加坡 举行这个 WMO的国际季风 研讨会 那四年一次 2017 在新加坡 我记得这个Tim 李天明也在 我们就 那个时候 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拿错了 这张图来秀 我说呢 连续四年呢 你就看这个地区呢 都是normal normal near normal 没有一个不是 可是 没有办法verify 那个2017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来得及 看到那个结果是错的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 不是你真的预报是这样 而是你没有信心 因为模式 互相不同意 后来 我回去想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觉得蛮有趣 又追踪了两年 正好 我们就 李天明教授 杨松教授 跟我们三个人 就写了一篇文章 投稿 给这个 中国西洋学会的 Journal of Research 那个 之后我又 最近又加了新的 每年都跟进 在这里 这么多年下来 他们每年都是 不是 五十就是四十 只有一年是例外 他说 偏思 结果是错的 然后 这个文章在 这个 中国西洋学会的 期刊上登出来的 那年是对的 那年真的是 正常 这也是不容易了 就是差不多八年里面 对了一次 然后 其次错 之后呢 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就是 因为 丁老师 邀请我来 做这个报告 我就去找了 2021 22的 这个冬天 它又是 事实 然后 现在正好呢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 可以 verify verify的结果呢 这是他原来的 我看 这个一个是 预报 一个是 verify 这个是他的 预报 这是他的 verification 你看 不对的 他这个平均说是偏干 这里是 他说正常 这里是偏诗 他说偏干 这里是偏诗 所以 还是不对的 因此这张图呢 就是又是一个错 所以 九次里面 错八次 不能这样讲 因为前面三次 不知道他是对 还是错 但是基本上 这就是 完全没有信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结合这个 李天明教授 跟我们自己 还有杨忠 也教授 做了一些工作 里面我们就报告 在这个 El Nino时候呢 这个地方 应该是干 因为 Worker circulation 但这地方 也正好是那个 Anti-psychronic circulation 包括这个 王斌老师 以前做这个 菲律宾海 当然在更东边 那这个 Anti-psychronic circulation 碰到这个地形 在马来西亚 跟Sumatra 它会上升 所以这里会下雨 也就是干的 Face呢 它会湿 那Lalina的时候 这个是 印度洋上的风很强 它要爬过这个 Sumatra这个西边 很高的山脉的时候 这边下雨 下雨 它下来就干 所以这块地区 怎么回事呢 这个地方 就是湿的Face But dry 就是正好相反 也就是说 并不是 Ansel对这里 影响不好啊 湿去太远了 不是这样子 Ansel的影响非常好 Worker circulation 地面的这个 造成了干旱丝 效果很大 可是呢 因为地形 和环流的 这个交互作用 它也造成一个效果 效果也很大 Ansel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有两个效果 互相冲突 互相消灭 然后这个模式呢 就不准了 但是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猜测 很多人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就是 全球模式的预报员 主要是靠海面温度 SST 很多人做这个研究 但这里发生的事情呢 是这个地形的事情 不是因为海 就非常 这个small scale的 复杂地形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不改善 这个地形呢 你在这里的预报 很可能就是各个模式 就会互相diverge 然后预报员就没有信心 这个 这种现象 或者这个区域呢 我很喜欢给各种现象 取一个名词 我讲 什么名词最好 来形容这个现象呢 最简单就是叫做 Western Indonesia Malay Peninsula 因为它就是 西印尼和马来半岛 W-I-N-P 这是一个地理名词 这名词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去查字典呢 WIM是什么意思呢 WIM就是 一个人没有信心的 一个人的意思 也就是预报员 在这里没信心 模式也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WIM模式 是个没信心的mode 在这里 自北时间到了 好 一分钟 好 那给一个科学名词 比较好 前面一个地底 一个英文 科学名词 我就借用这个 理论物理在最近 有一个东西 也叫WIM Weekly Interactive Massive Particles 这个是 如果你注意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讲 有暗物质 Dark Matters 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这个看得见的 只占5% Dark Matters 占20% 所以我就超它了 我把它叫做 Weekly Interactive Massive Precipation 这就是我最后 再给大家看一个 简单的词 这个震荡是讲 Enso 震荡等为预报源 Predictability Source 海洋大陆最终时 奈何山林 珠环流 摩世信心 尽伤时 OK 谢谢 这个最后的一首诗啊 这个 那么下面 那么我们对 这个张教授的报告 我们可以提问 好吧 各位专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那个 我提一个问题 张教授 对啊 我觉得 就说你这个 这个波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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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发生在 冬季为主 是不是 四季都有 冬季 四季都有 冬季 是不是最强 对 冬季 最多 最强 对 最强 那这个 是不是 主要还是和我们 从大陆下来的 冬季风 那是墙的 类似于 激流的 那个气流 它的 气全性的一侧 就是它的 右面 相对于 像左面嘛 相对于 它的前面方向 东北 东北 冬季风 主要还是 东北 冬季风的影响 都是 这个 这个 就是这样 来了 就这样 来的 所以说 这个东北 季风的 预报呢 要预报的 它的 能勇 这个强度 和 有多少次 能勇 这个是 预报的前提 这个 对不对 它跟 这个 我们在 之前 做过一篇 专门在 探讨这个题目 就是它 肯定是 这个 波尼尔 的生成 肯定是 跟东北 季风 有正相关 就是那个地方 肯定有正相关 但是它这个 预报 那就是 寒潮的预报 跟降雨的预报 我想东南亚 很多国家 尤其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都会 都会做 这样子的预报 所以 我想是 对的 但是 这个比较 复杂 还有一些 其他的 因素 因为 因为中国 这个大陆上 很多这个 含用的系统 不见得会到南海 好的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吧 我想问一个 丁院士 王毕教授 对 谢谢你啊 你这个 很有诗意的一个 这个 presentation 刚才我想 follow这个 丁老师这个问题 夏天那时候 西南 骑流 经过南海的时候 那个主要 那个激流轴 应该在西南 应该是在南海的中部 所以在 Bornio这边 应该有反气旋 但是你说 那个地方 也还是有 Bornio Vortex 是的 我拿掉了 我拿掉了 一张 那个 slide 那张slide 是春夏 每三个月 都有一个平均的 stationary的center 就是 你 就是 是的 那个地方 也是一个 cyclonic circulation 就是 它会 它比较少 它会动来动去 产生了就消灭 没有那么 persistent 但是在平均起来看 那个地方 会有这个 Vortex 我这里这个Vortex 不是讲平均气流 是讲天气系统 这天气系统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边有很多 对流降雨 所以你如果平均 环流 那它可能是 Anti-Psychonics 但是讲天气系统 因为它有 对流 有下很大的雨 它夏天一样下雨 只是没有冬天 那么可怕 那它也会产生 对流产生的 这个Vortex OK 那这边有 我们是有一张统 就把每一年 不是每一个季节 全球每一个点 都算出来 有什么地方 有Vortex 最多的地方是这里 最多的地方 肯定不是什么 印度洋的 什么Mansom Depression 或者是 因为Mansom Depression 那个位置也有一点 好像比较固定 是要stationally steady 对地方就是这一点 非常非常特别 跟对流降雨有关系 对 好的 最后一个 王斌好 丁老师 李建平 你讲 好的 建平提完以后 我们还网上 有一位网友提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 好吧 我提一个问题 张老师 这个报告非常精彩 这个 这个 文理兼修 这个 我只说 这个 我觉得我们得 向您学习 因为科研 不敢 不敢 这个 我们 这个 有诗意的话 就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 灵魂深处的能量 把科研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 我们的学习 这个 我想这个 提一个问题 就是在您的第一个部分里面 涉及到这个 不同的时空尺度相互准问题 就是在这方面呢 我想问就是 如果从理论上 如何来体现不同尺度 这个相互准 如果我们给出动力方程 我也看你给的波动方程 我们想考虑这个 不同的时间尺度的相互作用 能不能构建 这样的方程 我刚 我这个 这整篇文章 是我们一年 杂七杂八 做的这边的东西 换我发现 什么东西都跟这个 中小尺度的地形 有关系 这个关系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把它拿出来讲 至于你说的是 你刚刚说的是 时间尺度 对 因为季风 那个背景很长 因为呢 它那个中小尺度 时间相对短 它这两个事实上 设计到一个大尺度 一个小尺度的一个 你说的没错 但是这一中小尺度 是比季风还要强 这是地形 地形是最长的尺度 它不会变 所以 如何把这个 震荡这个再对 我就是 谢谢你建平 好吧 那么最后我们网上 我们有选择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朱春文教授提出来的 他说呢 志北你听得见我的话吧 听见听见 他说张老师 你好 2021年12月份 发生在菲律宾附近的 超强台风 请问 这次台风 是否与冷空气入行有关 符合你提出的机制吗 这是苏春文教授提出的问题 这个Super台风 你记得是几月吗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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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2月啊 在南海 在菲律宾 特别容易产生 这个低纬度的 低纬度的台风 那我 我没有做研究啊 我直觉的反应 我怀疑有关系 这是可以研究的题目 但是这个肯定跟我讲的 化媒台风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讲的化媒的台风 基本动力是 完全不是用 用这个半地转的这种 通常就是 quadity traffic的观念 是 完全是用 Equatoria beta plan的观念 所以不一样 而且在菲律宾 这个附近 它不是在南海 这样子的地形中 非常特殊地形的状况下 所以它跟化媒台风 除了一点以外 应该没有关系 哪一点呢 就是都在冬天 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很可能会受到寒潮的影响 这个是 这是我的猜测 好 谢谢你 当时北教授 那么我们 你的报告 我们就到此为止 再次感谢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请 下面有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学报要求 大家把那个 摄像头打开 那就学报讲一讲一讲 那个 一来你要讲什么 大家 麻烦各位专家 把摄像头打开 我们做一个会议截图留念 谢谢 好 我们把 摄像头打开 还有几位 好 李清全 好 还有几位 好 好 看到各位老师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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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 好 可以了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位 下一位教授报告 李坚平教授报告 他报告的题目 是 季风动力学 研究的新理论 扰动未能 海气藕和桥 与协同作用理论 好 请 李坚平教授 那个我就不念了 你的简历我就不念了 好吧 好的 非常辉煌 你这个 我共享呢 我再共享 他这个 好 能看到吧 看到 可以看到 等一下 我再这个 好一点慢 好的 这个 谢谢丁老师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早上好 很高兴 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 我们《气氧协报》 百年风云讲坛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工作 刚才 这个王老师和张老师 给出非常精彩的报告 我也这个 尝试努力 题目呢 刚才丁老师已经念了 我就不重复了 当然我提着这些 这个 一些新的角度吧 它不仅仅适用 季风动力学 也适用于其他的 天气气候学研究 如果在座的 各位老师和同学有兴趣 也可以使用这些 理论和方法呢 再应用到您的 这个 研究领域 那我今天呢 报告就分这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谈谈 这个扰动未能理论 与季风的变异问题 这个 我们也只是知道 从能量学角度 研究 环流动能来源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呢 我们大气环流的变率 由下界面 飞绝加热的异常 是密切相关系的 不过我们从 理论上来说 这个外部的 飞绝加热呀 它并不能直接 转化成大气的动能 这个 说明啊 下界面 强迫变化 并不是环流变化的 直接来源 因此呢 需要从能量学角度 认识环流系统内部的过程和机率 在这里面呢 存在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呢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未能呢 它可以转化成动能 也就是这个 能量转化的效率 是非常低的 因此呢 我们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要用 有效未能的观点 来进行研究 这里面呢 给出了这个 有效未能的一些发展 时间关系呢 我就 不详细赘述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座的各位老师 同学也比较了解 那么我们 想提出什么呢 我们认为啊 这个 因为我们要上升到 一个区域 环游的研究当中 我们这个传统的 局地有效未能的理论 是有明显不足的 这个 它不能够用于啊 虽然做了很多研究 我认为它不能够 用于这个 局地系统的研究 这个有几个 重要的问题啊 是现在目前里面 存在的 局限性 一个是 需于参考状态的设计 在传统上 是有局限的 第二呢 就是说 因为它 我们完全可以证明 这个 我们要用参考态的话 它实际上不存在 我们区域的 参考态这个问题啊 那么刻画这个 区域能量的转换 在传统 也是有问题的 今天这些关系 我就先点出这些问题啊 就先去从 老师和同学 可以去看我们的文章啊 那么 局地有效未能量的 表达式是存在问题的啊 后面我会讲 地表的非均匀性作用啊 考虑的是非常少的 这是目前呢 这个研究的一些局限性 我们从右面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年平均 整层大气总动呢 和扰动未能的二届剧 这个相当于 有效局地有效未能 我们看它的比来说呢 这个动能啊 甚至大于 局地有效未能 这是显然从理论上 我们是不可以解释的啊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发展新的理论 我们这里面提出这个 这个扰动未能理论啊 来进行这项研究啊 在做这项研究之前呢 我们要对传统的 有效未能啊 理论里面最核心的是 参考太的全局问题啊 进行啊 这个分析 当然这个参考太老伦子啊 最早提出了 当然是给 在不考虑地形情况下啊 它是镇压的啊 水平的啊 稳定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随后呢 有很多人也做了研究啊 做了研究 那么我们要重新认识 这个问题 老伦子是正确的啊 我们说正确的 他在研究 全球平均意义下的 效未能 是完全正确的啊 也是perfect 但是如果我们要 上升到区域啊 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即使在全球情况下啊 他参考太 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我们下面就要分析啊 如果我们分析这个问题 就首先从最根本的 绝热系统的 大气属性出发啊 所以呢我们做了研究啊 我就不相信赘述啊 我们只给出了 如下的几个 绝热大气的性质 来确定参考太 啊 性质一就是 我们如果绝热过程 那么卫温呢 他整体范围保持不变 第二呢 他的这个 具有局地不变性 也就是表面卫温 表面卫温啊 具有局地不变性 这个决定了两个推论 也就是说任意空气柱上的 这个卫温的范围保持不变 他和地面相交的线 是保持不变的 这是我们给的初始情况下 大气微温的 他的分布 有这个蓝色的线呢 是与地面相交的 尽管我们没有地形 但是他有相交的 所以这就决定了 后鞋后面我们要看啊 就是传统的参考太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性质三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 绝对过程中的 守恒性问题 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 比较重要的是 和地面相交的 参考面的 守恒性问题 我也不相信讲了啊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 地面与任意等长面之间 大气层的质量是守恒的 这个问题 这是这个理论的研究的结果 我们就从这些结果 我们判断 左面是我们初始状态的 这个等位面 当然它有蓝色 我说了 它有地面相交的 那么传统的参考太是什么呢 它就调整到 镇压的水平 大家看 当然这个 带一弯的 它是有水平的 这个实现 这个虚线呢 还是原来的出处状态的 但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理论 它是不正确的 就是不正确在哪里呢 不正确在于和地面相交的 这些线 实际上和地面相交的这些线呢 它是不可能变成水平的 因为这些理论已经证明了 它是不可能离开 这个地面 所以它最后调整到 我们说是这种状态 这个实现 这个实现的 在地面相交的线上 有所在不同 所以这个 这就是说 参考太的问题选取 因此我们呢 就为了研究这个 局地的这个环流 能量转换问题 我们提出这个 扰动为能 当然这个扰动为能 我认为 老伦子的这个全球 意义下的参考太 这个总体想法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不存在 我们完全可以用反正法 其实压根不存在 区域的参考太问题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过去的很多研究啊 在这方面 虽然提出了不少理论 但是呢 是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的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提出了全球意义下 大气参考太 这个基础上 来提出局地权为能 减去参考太为能 权为能 然后得到局地扰动为能 这些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就快速地过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们这个 从这个角度啊 就可以讨论 我说了 这个不仅仅限于气风 它可以用到 任何其余的大气环流的 动能来源问题 我们的理论公式在这里啊 就是这个 Perturbation Potential Energy PPE 它是表示什么 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有一界句 二界句 二界句就是我们 传统意义上的有效为能 有效为能 它横正 那我们看到 这个年平均的分布啊 右边的上面图 当然我们 下面图就是所谓的 有效为能 那么这个全球平均 和老伦兹 得到的全球平均 有效为能 是完全相等的啊 但是上面的图 是不一样啊 上面图不一样 那么它大于 它比这个 我们说 有效为能 要大一个量级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 区域环流的 和动能的变化关系的话 我们拿这个 下面的图 东亚地区啊 假如说 整成的 有效为能 这个扰动动能 是用实现的话 然后虚线 这个是这个 是二界句 实现是一界句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有效为能 实际上和动能 是变化一样的啊 它并不是相反的 所以一界句 才是相反的 这说明了 扰动为能 是可以 很好的表现 区域环流的变化问题啊 后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是 扰动为能 在区域情况下 是和扰动动能 才是守恒的 而不是二界句 不是有效为能 所以说这个 在全球平均意义下 是有效为能 和动能守恒 但是在区域 它不是的 所以呢 更进一步证明了 扰动为能 才是我们研究 区域环流能量转换的 关键的理论方法 这个我也不讲了 这个因为我们要 和非绝着加热联系起来 因为只有非绝着加热 才能转换成扰动为能 从而研究我们的 动能变化问题啊 我们还有分层的扰动 这我也不讲啊 时间关系 后面很多内容 我们给出这个图啊 来说明一下 扰动为能的优越性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研究NSO 我们知道海温和动能 之间有很好的关系 比如说叫蓝线 不是叫黑线 就是NSO和动能之间的关系啊 它当然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们说 它的动能是这么来源的 因为NSO海温 它不可能直接转换成动能 所以它必须通过 扰动为能进行实现 那我们看到 扰动为能和动能 扰动为能和海温 都关系很好 不过有一点 如果我们把扰动为能 弃除 我们发现 其实动能和NSO之间 是没有关系了 但是如果你弃除动能 扰动为能和NSO 和海温 和扰动为能和动能之间 它的关系仍然存在 这就说明 我们用偏向关系的手段证明 海温和动能之间的转换 必须通过扰动为能来实现 这么一个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关于 这个东亚季风的变化问题 我们看到东亚季风呢 它和扰动为能 其实前期我们发现 它和这个印度洋 和印太海温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和春季 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它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看 实际上通过扰动为能来实现的 这我们发现 这个东亚下季风 和扰动为能 在几个区域有很好的相关 我们定义出扰动为能指数 我们和东亚下季风 变化是非常一致 这个扰动为能指数呢 又和东亚下季降水 和我们长江流域 是非常显著的 这就 我们就做了很多研究 这个时间关系 我也几节 我就不讲了 我们大体上 可以用这个框图来解释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发现的海温 关键区 比如说西太平洋 东一路洋 它为什么和东亚下季风 春天的和夏天的 它有这样的关系 这就是通过这样的 正我们的party phase 它引起的 我们扰动为能的 负正负的 这个pattern 然后这个 它又引起局地的 环流的变化 它因为 所以它把为能 转换的动能 引起我们说了 低层的西南风 还有气泉性增强 从而增加这个我们的 增强我们东亚下季风 导致应该说我们 这个下季降水的变化 这个反之一然 就是细节我就不讲了 我就是开门见山 给大家提纲切领的 这个引出来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还可以研究 很多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面 包括它的机械内变化 包括我们说 季风环流内部 环流和对流 以及扰动未能的 正反馈过程 这里面我们都有些研究 我们比如说 当我们激风强的时候 在这个南北 比如说 Maritime Continent 和West Pacific区域 它的这个水汽增加 和引起的对流 引起的这个降水 然后呢 这个潜入释放 引起扰动未能增加 扰动未能增加以后 通过转换 引起局地动能的变化 从而进一步加强 南北的哈德莱环流 来加强这个 我们的气风环流变化 这个里面我就 这个简要的 讲这些 我就是看看 这个后面 有老师和同学感兴趣 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 关于协同作用 理论和气风的变化问题 因为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满足于 这个单因子强迫 对这个我们 所关心的环流 和气候系统变化的问题了 现在很多研究 都要研究双因子 或者更多因子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一个科学问题 就是多因子 它的联合作用问题 联合作用 它不是一个单一形式的 它有线性的 有分线性的 它有 至少有三种形式 一个是叫协同作用 也就是联合作用 显著大于单独作用 它还有一个 结抗作用 这是我们以前 也分析非常少的 也就是 我们多因子出现的时候 它反而比单独作用还小 当然还有一种 多因子出现 它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叫联合作用不明显 我们用这张图 刚才表现的比较清楚 也就是我们强迫A 和强迫B 它能够造成 这么样的一个柱状的响应 如果有一个气候因子 对它响应 那么它俩的组合 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 它俩组合在一起 得到的结果 这红柱 显著的大于单因子 这可能非常明显 这叫两个因子的邪能 如果它俩放在一起 效果又小于任一个最小值 那么它就是结抗 它衰减了 然后还有一种 它的作用 介于两者之间 叫做不明显 因此 这三种都是联合作用 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是 协同作用 因为它会使得 区域气候的响应放大 这个是我们 十分关心的问题 那如何来具体的判断呢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我也很简要的讲一下 也就是当我们先确定 这个协同作用 它显著大于 这个两个因子的单独 作用的证词 如果还有一种情况 要显示协同 一个隐式协同 这就是说 当我们的结果和两者的 是同号的时候 它叫显示协同 当他们一号的时候 就是隐式协同 然后结抗呢 当然是它的政府 小于两者的最小时 然后那个 如果它介于两者的 政府之间呢 就是不明显 那我们就举几个 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供各位老师 参考和同学们啊 以后你们要做 其他方面研究 也可以使用这种 比较定量的 有效的方法 来进行 这个诊断和分析 比如说我们 协同和结抗 它分同期的 也分前期的 这个是还有分年纪的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 同期的行为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美国 200910年 美国有创纪录的暴血事件 那如果我们考虑啊 以前都认为 NLU和NSO 在NLU副项和NLU NSO这么一项时候啊 对它都有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 单因子作用啊 NLU它这么大 这个右边的图啊 这么就这个 这个蓝色的瓣啊 NSO呢 它反倒是相反的 可是呢 如果这两个因子 同时出现 你会发现 这个暴血的量 是显著的啊 是至少接近两倍的 这样的一个放大 这就说明 这双因子出现 它会呈现协同 这是对环流场的作用 也是一样啊 我也不详细说了 那我们就是说 从动静上的角度来讲 这个双因子的出现 它在有明显的 动静意义 如果单因子 我们看 郭总统同样 在美国东部 不管是NSO症 还是NLU副 它都几乎 你没有啥动静信息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双因子 考虑在一起 你看美国东部 它的波动信息 就显著加强了 这就是造成说 双因子起到 傍大作用的 动静背景在这里 我也不详细讲 就是给大家 这个引进来看看 然后我们再提一个例子 比如说跨季节的 协同和解抗问题 我觉得这个例子 是比较好的 它同时 这两个因子 在跨季节存在 协同和解抗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之前 认识到北大西洋 涛动对东亚下 解放是有重要影响的 比如这里面给出了 春天的北大乡涛动 对夏天的东亚下解放 是很有影响 可是我们又发现 夏季的NU 它也有调制作用 假如我们把 春夏NU放在一起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同号 一种意义好 那我们把它拿出来 同号的情况下 你看 春天的NU 和东亚下解放的关系 就特别强 当这个春天和夏天 NU返号的时候 春天的NU 和夏天的东亚下解放 就非常弱了 所以一方面表现协同 一方面表现解放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我们就提出 这样科学假设 就是这前面 是我们之前的研究 也就是春季的NU 它通过 启动这个春季的 北大乡三极子 NAT 然后引起 它持续到夏天 然后引起 我们说了 AA的遥相关系 来作用东亚下解放 但是我们今天在考虑 夏季NU 它有调制作用 因为夏季NU 它会对夏季的三极子 如果它和春天是同号 那么它就加强 夏天的三极子 夏天的三极子 增量以后 那当然 冬亚下解放 它的响应 就加强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发现的 说为什么增强 这是我们 如果它是这样的话 我们提出这样的科学假设 我们要用证据来证明 然后这个 如果是一号 比如说夏天的NU一号 那么它就会使得 夏天的三极子减弱 那么减弱以后 它的响应就自然减弱了 所以就呈现出 结抗的效应 所以这个我们 用这个诊断分析 这个证明这一点 比如说在春天的NU 它跟夏天的海温 呈现三极子 没有问题 当这个春夏NU同号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三极子加强 为什么 如果你想做相减 它明显也呈三极子 显然是加强的 当春夏NU一号的时候 虽然它也呈现出 南北的结构 不过它比这个减弱 因为如果这样做差的话 它呈现出三极子的反位向 当然就减弱了 所以它依然增强或者减弱 造成的我们说 从大西洋 东亚遥强关系 它路径和强度 都发生了变化 因此对东亚下极风 作用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看 我们说有 这个有 有同期的协同 也有超前的 还有我们说 跨年纪的协同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刚才从夏季风 我们变成冬季 比如说我们在冬季风里 最显著特别 在我们的中国华南地区 降水问题 那我们就发现呢 就同年冬季啊 North Pacific Oscillation 和当年 尔尔尼诺 对中国东南冬季 降水啊 就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其实以前很多研究 已经证明啊 在2002年的当年 我们的冬季啊 在华南地区降水量增多 这是大家的共识 没有问题 但我们也发现呢 头一年的这个北太平洋 比如说 维多利亚摩泰 维多利亚摩泰 因为我们要解释 头一年的NU 它怎么作用的 它应该是通过海洋桥 这个维多利亚摩泰呢 和这个华南降水啊 成显著的正强关 那我们下面再看 我们要解释 这两者因子 是不是有些种作用 我们通过相关分析 通过合成分析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详细结果不看了啊 我们联合事件 应该说 在华南地区 比单独的 尔尔尼诺事件 它的强度 是它的三倍 就两者出现以后 比单独的尔尔尼诺 是三倍 我们知道尔尔尼诺 会造成 就华南东西上水增多 现在量子 它显著的啊 是三倍的这个量 这充分表明 两者存在着 协同问题 那我们就说 这个协同怎么产生 我也没有时间 给大家解释 我们宏观的解释 也就是说 这个NPO啊 它通过影响 维多利亚摩泰 也就是北太平洋的海温 然后呢 我们以前做这方面 包括和丁绿墙 一块老师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它能够影响 我们的热带的恩索 然后呢 再通过它放弹 引起这个中国 那个华南地区的降水增多 我就给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个下面的结果 都是之前 冬季 尔尼诺造成 瓦克尔斯科丁减弱 然后西太平洋 局地哈大环中减弱 然后引起水汽 等等一些变化 造成我们说了 华南地区降水增多 可是呢 我们有了NPO NPO在提前一年 它会作用 所谓的维多量模态 然后呢 它会像春天 夏天 像热带传播 引起北太平洋 富高的变化 然后引起 吃到西风的增强 然后引起吃到太平洋 海温增弱 这就是 比克尼斯正反馈 然后它进一步 造成了 俄尔尼诺的 这个增量 这里面是复杂的 海洋桥 大气桥 海洋桥的这样的过程 后面我还会讲 所以这个结果 使得我们当年的 俄尔尼诺 呈现出一个增量 这个增量 会导致后面的环流 会出现增量 这个增加或者减少 从而 我们说两者 如果 同时发生 或者是NPO天发生 然后随后 二人间发生 它会引起一个 显著的 狂难 东西增强增加 这方面我就 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往下面我们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海气污河桥理论 与季风 年代地变化的 预测问题 这个海气污河桥理论呢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在 气候系统里 经常也会发现 前期大气信号 和远程的 后期的 大气 或者气候系统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它是怎么过来的呢 当然我们说 提出这个海气国桥 就是前期大气信号 它是快变的 它应该存储到 一个慢变介质当中 四个过程 一个信号存储 然后引起海洋的变化 海洋的记忆较强 所以它持续 这个到后期 后期又引起这个 它释放出来 通过海气反馈 就是信号释放 引起我们说 大气氧相关 大气氧相关 然后信号传递 影响远程的 非局地的气候问题 这是我们 提出这个 海气国桥 我认为 如果我们再解释 前期的 大气管理和后期 远程 又不是局地的 又是后期的 大气 或者气候系统的 响应问题 我们应该找到 这个慢变介质 通过这四个过程的分析 来证明 这样的这个物理基础 当然我们说 海气国桥 它存在的远程效应 存在着实质效应 存在着跨圈程效应 存在着跨尺度效应 问题 这里边也有很多内容 我也有时间关系 也就没有 今天不能详细讲了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 其实呢 在气候系统中 有复杂的 链式偶尔桥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 单一的偶尔桥 也就是 我们前面这个 前期的过程 它还可以远程的 气候一场 又可以引起远程的 我们说慢变介质的变化 从而这个远程的 慢变介质 又重复这样的过程 再影响 其他地区 这就是一个 tint couple的bridge问题 它是一个 一系列的链式反应 当然这个链式反应呢 它有两种来源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大气来源 当然也可以从 它本质上 是从海洋产生的 所以海洋的前期信号 它有两个过程 一个是 先持续到后期 然后再通过 刚才我讲的 这一系列的过程 来影响远程的气候问题 当然它也可以 同时就释放 然后影响远程 这就是海洋 这个起源的 链式有何桥问题 时间关系呢 我也就不相信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海气火桥 或者链式海气火桥 其实把我们以前 气候动力学 里面提出的一些 常见的机制问题 都可以纳入到 这样的一个 统一的理论框架 而且呢 它有物理实质 比如说 之前说的 我们季节足迹机制 Saison 但是我认为 它其实就是一个 链式火桥 而且你要用链式 藕河桥来解释它 就更加的清晰了 更加清晰 实际上它是 也就是涉及到 北太平洋的海温 也就是北大西 这个North Pacific Oscillation 它要作用于海温 把这个信号存储下来 然后这是海洋桥 海洋桥呢 它又寄到后期 到了春天到夏天 它向南扩展 然后再释放 然后引起我们 西太平洋地区的 环流变化 这个西太平洋 环流变化 这是大气桥 它又引起西风的异常 这个西风异常 然后又作用到海温 这个作用海温 又变成海洋桥 所以就有作用到 超前结果一年的 额而宁而作用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链式 火桥的一个过程 这样呢 今天我就不详细 针对这些问题 我想最后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 理论框架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近年来 大家都能感到 冬季东亚极寒 为什么频繁发生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过去三年 都可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看这是2020 21 2122 你看21年的这个 你看非常强 然后尤其是 刚刚过去的这个 还没有过去的东西 说我们中央气象台 发布发出了最高级别的 寒潮池色预警 这是从2020年以来的 首个最高级别的 这个寒潮的 成色预警 说明了 这个东亚冬季 出现极寒事件 尤其在全球变的 那个背景下 那这给我们 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 也造成了民生的很大损失 这很多人呢 就把它归结为 所谓的Triple Deep La Nina 也就是三La Nina 确实我们在东西太平洋 是La Nina 三年的La Nina 可是呢 其实我们如果 我们看看 还有深入的分析 La Nina虽然有点贡献 但它不是主要贡献 它贡献实际上是很小的 我们看就是说 这个东亚 冬季气氛长期变化 我们要从更长的 时间尺度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能距离 因为年纪时间尺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东亚冬季 这个气温啊 特严非常明显 自1998年以后 它呈现了长期的减弱 这个长期减弱 这个就为这个东亚 极寒事件出现 频繁出现提供了背景 所以我们启发我们啊 我们应该从年代级角度 来透视东亚 这几年的极寒事件 以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 可以做年代预测 那么我们说了 其实这个问题 确实是年代级的问题 我们看什么年代的因子 影响它呢 那我们就发现 东亚冬季的地面气温 和NAO的关系 非常好 我们左边的 这是NAO 是蓝色的 红色的是 东亚地面气温 那么好像是有个超前 那么如果超前之后 我们发现它有 15到18年的超前关系 是很显著的 而不是同时相关 这个在15年是最大的 如果你把NSO信号去掉 其实它不影响 我们也进一步研究了 NSO其实跟它 跟东亚地面气温 是同时相关 但相关系数很小 只能解释4%的方长 所以非常小 然后在年代级数上 我们说NAO可以解释 52%的东亚地面气温的变量 这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提出科学假设 那我们说这个冬季的NAO 它能影响东亚地面气温 它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的呢 那我们说 其实是海气沃桥的机制 也就是COB 我们说NAO作为大信号 通过海气沃桥效应 先把信号要存储到海洋里 也就是我们说的 Atlantic Multi-Dicator Oscillation 这是一个延迟效应 延迟 我们前面已经做了研究 15年 李教授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还有一分钟 把它快速过 如果它呈现海洋桥 那么它会引起 我们大气 这个遥乡官 AMP 然后扮演大气桥 作用到东亚地面气温 如果这个机制成立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预测 如果我们这个理论成立 它必须能够解释 一致对应性 它有可解释性 有可预测性 好 这些关系 我就不想起讲了 这个是给出了 这个海气沃桥的概念示意图 我也不讲了 我们就用这个概念示意图 如果它说 它是正确的 它就可以建模 我们用NAO 作为超前15年来建模 这是这个建模的 所有的验证过程 后报 然后这是后报 都很好 我就讲最后一张图 也就是说 我们要关系预测 我们 这个 在两年前 我们就做出了这个预测 这是 蓝色和红色 是实际的 红色实际的观测 蓝色是 模拟的结果 非常一致 我们要做预测 就是这个绿色的 我们看到 这个预测结果 未来几年 仍然向下 降温 这又说明 未来几年 东亚仍然出现 极寒吃线的可能性极大 而预测的结果 在2021 过去两年 然后2122 都和实际是相处的 那么我们预计 刚刚过去 还没过去这个东西 显然在这个 你们看到 是偏低的 我认为 这应该大概率 和我们的观测结果 是一致的 而且我觉得 除了这个结果 预测到2025年 我们未来两年 还有极寒 侵害法证 之后呢 它会迅速的 开始变乱 我们就看 如果我们这个理论正确的话 未来 我们至少三年 过去三年 它是非常和实际 是一致的 这就说明 我们在研究 年纪的 极寒实践 应该考虑年代季信号的 驱动作用 好 那么时间关系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 倾听 请大家 批评指导 好 谢谢你 李教授 那个我们现在提问 好吧 请 请 请哪一位先提 丁院士 你好 我是一鼎华 我想跟那个林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 谢谢 一鼎华老师好 林老师你好 那个话非常精彩的报告 这个内容太丰富了 我就是提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那个 后面讲的那个 NEO和AMO的关系 我不是太明白 因为我从 我自己的那个理解 就是那个 好像NEO 它还是那个 就是 北大西洋的 那个海温的三级型的那种 好像是一个 相互一个 合的一个关系 然后你 刚刚讲的地方 怎么是通过 那个AMO的那个海洋桥 所以我不太明白 所以 你的问题非常好 其实我今天没有讲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提出了这个 年代际海气 震荡理论的问题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 我没有讲一个细节 就是说 NEO和 大西洋三级子 它是同时 它们俩是同时变化的 现在呢 我们要解释 超前15年 因此呢 这里面涉及到 从三级子 和我们AMO是 单级子 也就是 军型 Homogenes Pattern 它们之间有一个 60到80年的 大循环问题 是的 这个我没有讲 所以呢 我把这略掉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只想 结果 NEO怎么作用到AMO 它实际上通过三级子 三级子又通过 海洋内部之间的 年代去转换 变成AMO 因此AMO再出来 它又通过 作用到 南部的 大西洋 这个 对这个热带对流 就是引起降水 所以引起 我们亚非年代 提交相关性的问题 我谢谢你 我抱歉 时间关系 我没有忘 我没有把这个 三级子这个 加在这里 这个谢谢您的提问 把我补充了 这个一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剑皮教授 还有网上 都有一个问题 好吧 我们把它剪了一些 再给你一个问题 回答就行了 好吧 现在请一言一言 我们给你 就是您的这个新理论 应该对建立 年季节月尺度的 我国远洋导航 预测预报 有重要意义 请问您对下一步 促进气候预测 天气和海洋预报 一体化的预报预测 流程的建立 有何思考 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你简化一下 简化一下 我简化 非常感谢 就是说 您提这个问题 和您的想法 我认为非常好 就是我们未来的研究 确实应该向着 这位老师提的问题 我们向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所有研究 应该向着天气 气候和海洋 这个一体化的业务应用 因为我们做科研研究 最终的问题干嘛 就最终的问题 是要为我们人类的发展 为我们人类的经济 为我们人类的社会 提供服务 也就是实现我们说 天气气候 海洋一体化的预报预警服务 当然我们说了 我现在只是做了一些 初步的工作 所以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我们前面的老师 做的报告 他们还有其他老师 做的很多工作 都和您提的这个问题有关 所以我至少现在 目前做的很浅显 只是做了一个开始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 这个大气海洋的科学家 一起携手工作 在我们的老一辈的科学家 还有我们的成长的新生代 朋友们一起 work together 然后对您这个最终极 终极梦想 天气气候海洋 一体化高水平高精度的预测 这个业务服务提供支撑 就丁老师 我就简单回答 好的挺好的 那个现在王斌老师 你刚才开的话筒 是不是想提问题啊 对 我的问题 那你就简单提一个问题吧 王斌 对 对 因为建平你paint很多big pictures 比如说最后的那个 你讲的这个 NAO 领东亚季风15年 是通过影响了这个AMO 你能不能讲的具体一下 这个NAO 为什么会领它15年 是通过什么样的海洋桥过程 好的 谢谢 王老师提的非常好 就是又让我再有点时间来阐述这个 这是实际上在我们之前提出了 年代级延迟政治理论 你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这个NAO怎么影响这个年代级海洋 实际上我们说 还是海洋里面 在北大西洋存在两个年代级主模态 不仅仅是AMO 刚才说了 North Atlanta Trip Mode 这两个是 如果我们用POP来分析的话 或者其他的SVD 等等 你都可以看到 它是就这两个这个模态 是主模态 它俩就存在着15年的 这个朝鲜之后关系 那我们说了 NAO它可通过影响 我们说 这个表面肉通量 通过这个风营力等等 这是在前期 我们说了 业界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这个海文三极子的形成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三极子的形成以后 它通过海洋内部模态的转换 比如说我们三极子 是在海洋里表现出 是这个正压结构 也就是由上表层到下层 是处于同位向的 然后呢 这个AMO呢 是吸压结构 那通过 那通过NAO 它引起的向北的 这个风营力 然后启动这个环流 然后它向北移动 这个时间尺度 是大概15年 我们理论上也可以计算出来 那就是形成了 我们又建立了一种模型 那就是说 NAO和Night之间 我们通过 利用哈斯曼的 这个随机强迫 我们建立的是 这个偶合的随机强迫问题 解释了 这个为啥存在着 海洋内部的 60到80年的 年纪金呢 这个我再给王老师解释 其实这里面 有一个关键因子 是海洋三极子 它海洋三极子 在和大气 然后又和AMO之间 最后落脚到AMO 因为我们是要解释 东亚击风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要解释 别的问题 那我们就也可以通过AMO 落脚到Night 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循环问题 所以谢谢王老师 你再给我 这个时间再一次解释 但是我还是没有解释 因为时间太短 我也希望有机会 以后呢 把这个详细的年代季延迟 Delayed Oscillator Decadal的这个变化理论 给各位老师 详细再汇报一些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建平教授 时间关系我就到这里 好吧 谢谢你的报告 回答 好的 谢谢 那么下面我们最后一位报告 是罗金嘉教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 罗金嘉教授的报告 他报告的题目 是东亚讯息降水预测 机器学习应用探讨 罗教授 现在请你报告 谢谢丁院士 我共享不了 可以了 等一下 好 谢谢丁院士 其实我收到了那个 亦来发了丁院士的邀请 关于季风 我是感觉到很惶恐的 因为我对季风 基本上是个外行 刚才王老师他们 已经做了很好的报告 学到了很多 其实我最早跟 何丁岸老师 做了一点 关于南海季风 那个爆发 那个事情 就是当时我们用TPB 就发现这个 季风是最早上 中南半岛发生 然后是它一边往西 就是到印度季风 那么南海季风 是5月第4号吧 5月20号左右 突然爆发的 半年日 那个复热的高压 这个撤退 那么这个其实 后来我就一直做 那个热带 去东京大学 学习那个 从事热带 海气相互作用方面的 这个研究 那么 其实从我外行的角度来看 刚才王老师也讲了 很好的这个季风的 一些季风的理论 就是对亚洲来讲 它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 夏天 夏季风 它就一个 哈得来环流 对吧 但是如果 当然它取决于这种 也受到了这种 区域的这种地形 海流风波的影响 对吧 它是个 海流日力差 然后再加上一些 对流的feedback 使得它季风比较强 这是我的一个 外行的角度来做的 一个理解 当然我们看 亚洲季风 你还可以看到它风筝 印度季风 跟东亚季风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哈得来环流 是一个连接 南北半球的 它有个跨 越车道气流 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 就是 它这个 连接印度的 那个 索马里激流 跟连接东亚 激风的 那个 就是 马林汤 那个地方的 海洋系大陆 越车道气流 它这个地方 有比较强的 反相关的关系 悄悄板 你可以它这个相关的话 你可以看到 整个亚洲 包括我们东亚 它这个 配定就是三极致 跟我们 走迷太这个 降水的 配定三极致 比较熟悉的 那么当然 我们知道亚洲的 它的季风 刚刚王老师 他们提的 这个 东亚季风指数 它这个 西太原富高的 环流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西太原富高 这个环流 它不仅是一个 天气系统 它而且是受到了 热大 这种海 那个海洋 海温的影响 所以那我们知道 热大海温 它是非常强的一种 比较长的一种 记忆力 那么使得这个 那么这种长的记忆力 就使得东亚季风 它的这个降水 也好 它就 从理论上来讲 具有了季节 这一种可疑暴性 也就是实际 比较长的一种 可疑暴性 那么这个就是 我想这个 我所理解的 东亚季风的 可疑暴性的一个 来源 那么当然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国际上 很多的单位 包括研究机构 这个科研部门 这个业务单位 他们都试图尝试 记得一种 比较好的预测系统 包括动力的 和统计的 那么我们 我回来以后 18年回来以后 我们基于 我在日本的 那个SynX模式 我们也勾结了 我们来新大的 这个气候预测系统 这个也包括 这个 这个 耳后模式 资料同化 以及机构方案 等等 具体的不讲 那么这是我们 对这个海洋的 海温的一个 预报技巧 包括我们 做了TTA24个人 在海洋上面 有些区域 尤其是太平洋这个区域 它TTA20 有一定的技巧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 做东亚机构预测 王老师 这个09年 一个文章 就是14个模式 对东亚 这样子的预报 它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看到的 如果我们去 这个预测 这个东亚 它那个三极致的 这个降水派定 我们看到 集结两个月 集结五个月 它的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就是它有些年份 它的这个 政府位相 报的还是不错 那么这个是 东亚机构指数 就西特面富高 它的环率指数 那么我们给报的 也是不错 就提及 从3月份 报率起发 提及个 三个月左右 对吧 那么它还是 从环率角度上 我们从这个 海温的这个预报 角度上来讲 它这个预报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到 涉及到降水 那我们就 面对了很大的困难 降水的预报 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个 当然是我们的模式 现在是 也是就公开的 这些发表 每月滚动更新的 就未来两年的 这种预报 包括EINSO 印度上 耳机子 而且我们有些 PATTERN 就是包括 除了这些指数以外 我们全球的 这个降水 管流 气温等等 这些PATTERN 我们都在 网上面有 实时预测的 滚动更新的 大家可以 去参考一下 我们参加了 这个 国家气氧局 海洋局 水利部 他们组织的一些 汛气会商 东春会商 比如说 去年的 这个长江流域的 干旱 高温 但我们爆出来是有点 干旱 但是没那么强 那么2020年是 红楼 我们爆出来 降水偏多 但是也没那么强 但是其他几个月 年份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 符号度 很多地方是相反的 所以这也是 也说明了 这个夏季降水 它的可遇暴性 它的难度 是非常大的 那么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东亚季风 是非常 unique 就是说 它很有特殊性 它不光 不光包括 我们长江流域的 那个所谓的 数字来集中 那么它也包括 南海集中 南海集中爆发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华奈情星期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先 我们先看了一下 我们模式 对华奈情星期的 这个预报技巧 这个是平均态 跟那个年纪的一个 它的变化力 那么可以了 3月1号起报 2月1号起报 1月1号起报 你看到 它这个平均态 还是有点偏弱 它因为 集合平均 它的这个预报 预报的这个 异常的变化 也是比较偏小的 那我们看 它的相关系数 预报技巧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有的地方 在不同的起报日期 有的地方还可以 有的地方是比较差的 基本上它是 可预报的这个技巧 跟热带的 这个降水来比 它的预报技巧 要低得多 那么它的信噪比 也是比较低的 都是一般来讲 信噪比高于1的话 高于1的话 它就可预报性很高 基本上都是低于0.5 它的噪音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我们 跟那个国际上 一些模式 看了一下 比较了一下 你看到 有的模式还可以 比如CMCC的 比如说Glossy 5 这是英国气氧局的 它们这个 报的还可以 有些 但是3月1号起报的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对比 这是我们模式的 就是相当于 我这个华南区域的 空间相关系组 就是我报那个 Special Padding 它的降水异常的 空间分布 这个是 这个是 PCC空间分布 ACC就是我们 每个格点的 它的预报技巧 的一个平均 还有一个呢 我们去把 华南几个省份 把它区域平均以后 这个实际序列的 一个预报技巧 基本上是 0.2 0.3左右 对吧 那么可以看到 其他的模式的话 大概有两三个 比我们模式高一点 所以我们的模式 相比国际上的 一些模式来比 它还是处于中商有的 但是大家的 这个预报技巧 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是 华南前进去 我们也看到 长江流域的 这个江湖 梅雨这个讯起 这个火牙气象 就非常关注的 每年讯球会商 就做这个 我们也看到一些 这个气候态 你可以看到 气候态 它是一个 也有很大的误差 那么你可以看到 长江 它随着腹高 对吧 它北跳 那个长江流域 它梅雨 它的一个 一个变化 随着季节的 一个向北的一个移动 你看我们能爆出来 但是很弱 它气候态本身 模式里面就爆得比较弱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异常的预报技巧 你看它这个 长江流域这一块 基本上它是 有些技巧 但是它是 也不是不太高 但是有的一些 极端的年峰 我们能爆出来 但是有的也爆不出来 就是连符号也是相反的 那我们也跟国外的一些 七个模式 进行到对比 它是七个模式 极核平均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 都是正的技巧 但是它也是偏低的 那跟模式比的话 有的地方我们好 有的地方差一点 就是说 相对来讲 就对长江流域 我们中共东部 整个降水 它的这个预报 六七八 它这个夏季的预报技巧 降水预报技巧 都是比较偏低的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 千零级 那么我们当然 这是全球的模式 我们是100公里分辨率 我们后来 有可能模式分辨率 太低了 因为模式分辨率低 你可能强的降水 爆不出来 模拟不出来 那我们一增加了 这个分辨率 我们做了一个 东亚的区域 动力降尺度的 也是每月 每年的3月1号 暴流七八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发现 对如果我们的 大尺度模式 它爆出来 这个降水 是拍定是对的情况下 那么动力模式 而区域降尺度 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个强度的预报 但是我们大尺度模式 如果符合相反的话 爆反的话 它的动力降尺度 反而这个 它的误差就更大 所以呢 这个动力降尺度 它不能改进 我们对FACE的 这个位向的 这个变化 预报技巧 它能帮助我们 增加这个 改进这个强度的预报技巧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一个 一个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 预报技巧 其实也不是那么个 绝对的 那么Smooth Schedule Forward 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呢 这些 我们做了一些 这个动力模式的 这种传统方法的 一些这个系统 也发了这个 这些方法来 试图去做一些 我们迅速降尺的 这些预报 但是刚才讲的 这个这个技巧 还是有 成长很大的这个问题 这个技巧不高 那么最近呢 我们一些 就是像试图 利用一些 深度学习的方法 机器学习 来做这个 帮助我们改进 预报技巧 再是帮助我们 做一些 这个研究方面 就是机理研究 等等 那么现在目前的 深度学习 它用在我们 大西海洋界 已经非常广泛了 它包括复杂现象的识别 比如台风的 定墙啊 定位啊 或者是说 你这个不细方案的 detection啊 或者是说 你云的这个 类型的这个 风类啊等等 当然还有预报 这个是现象识别 还有预报 包括天气预报 短暖预报啊 我们的气候预测啊 海洋里面是 风暴潮啊 这个海浪啊 等等啊 这个我们 也在做一些新能源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 新能源 太阳能风能 它的这个发电 它的这个 它发电量 是大概有多少 我们可以 因为它是完全取决于 这个气象要素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个人工智能方法 来做构极这个预报模型 还有一些资料同化 那么资料重构等等 还有一些模式 输入模式 因为我们现在输入模式 它的这个 你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 操材资源的这个限制 我们这个不能 分辨力不能提高 但很快 对吧 那么它 我们可以利用 人工智能方法来 替换输入模式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资王国 物理过程参照化 或者把一些很贵的 这个 skine替换掉 或者是我们 有动力模式的结果以后 我们用 人工智能方法 来做那个 post process 就是 bias collection 或者是 downscending等等 这个 那今天呢 这个就 这些 就是非常 就是说大家 目前非常关注的一些方向 那么今天 我主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 一个是预测 跟那个 模式的这个 偏差 丁正 以及降丑的这一块 我们大概 目前做了一些 比较 一些基础的 一些 太硕性的研究 那么这个 大家知道 是19年 我们首先用这个 人工智能方法 就是做了一个 insole的 这个 转接神经网络的 预防模型 这里面 我们包括用了 气候模式的 这个模拟 结果 因为 它是我们 气候 现象是 它的这个 样本数量 是非常少的 是个小样本的 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深度学习 它需要大样本 才能训练得好 所以这里面 我们利用了这个 所谓的 transfer learning的方法 利用这个 数字模式的 这个 historical run的 这个资料 来增加我们样本量 我们训练这个模型 那么它这个 预报的这个 因子 就是我们的 上产海洋的 热海量 以及全球海温等等 我们用构建了一个 生成的一个 GNA那个网络 来做这个预报 那么这是预报 结果 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的话 就是转积神经网 的AI模型 那么这个 提及到 三个月的话 叫北美的 七个模式 蓝色的蟹 就是我们 蓝星达的 这个动力模式 七个预报模式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 提及三个月 跟我们模式 差不多 就是 秋季跟冬季 就是 NU最强的 这个季节 那么 那么你可以看到 提及到 18个月 更长时间的话 这个神工智能 它这个 技巧也相对来 就要高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知道 ANCE它一个 微向转换 在春季 那么春季的 微向转换 所谓的 Spring Barrier 它Preticking Barrier 它是 在这个 一直存在 有模式里面 它受到这个MGO 这种 这种 气候爆发等等 这种挪尔的影响 这个模式里面 这个动力模式 它预报 这个ANCE的 微向转换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模式 大概提及 四个月左右 对吧 那么人工智能的话 提及十个月 十一个月 所以它是 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那么当然 我们知道 CNN 它是非常好的 就是能够抓住 空气的Pattern 空气的结构 那么我们知道 ANCE有不同的类型 东台面性 中台面性 它帮助我们更好的 去预报 不同类型的 整个ANCE 它比这些动力模式来讲 它的这个 对不同类型 ANCE的预报 其实也是 也是要改进的 那么最近呢 我们一个博士生 它就在 原来的机制上面 我们有做了一个 多任务模型 来提高这个 对印度亚的机制的预报 那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些 这模型上面 我们加了很多的改进 前面我们 就是一个卷机 对吧 就是它是 二维的卷机 那我们现在增加了三维的 随着方向了 对吧 那么还有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 attention 我们现在 你们知道这个 Google 他们所谓的 ChatGPT 他们都是基于一个 Transformer Transformer跟 原有的这种 AR方法比 它就增加了一个 attention 那个东西 那我们attention 告诉我们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 预报音质放进去 attention 能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提取最重要的信息 还有一个呢 这是预报音质的重要性 还有呢 我们有个special的attention 就是说它 可以帮助我们抓取提取 那个哪个地方 预报音质最重要 它就能帮 告诉我们这些 那么同时呢 原来我们是单个模型 就是勾结了预报模型 来报一个单个指数 那么现在我们就 报多个指数 就是所谓的多任务 那么这里面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知道 印度洋跟太平洋 它是有很强的 那个intervation的相互作用 对吧 这个海 海盆纪相互作用 在这个比较热的一个topic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通过这个多模式 多任务模型 可以把印度洋 跟太平洋的这个预报 那个很好地考虑进来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这个技巧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对印度洋这个秋季 它是这个peak season 它这个预机子 它的这个预报技巧 红色的线 你可以看到 是我们多任务模型的 从TT1个月到TT15页 那其他的线呢 就是14个模式的 包括一些 这些opulation center 比如欧洲中心 GMA 这个英国气氧局 等等 NSEP 都是非常有名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式 对这些 所有的动力模式来比 它的预报技巧 都是相对来说 是最高的 它们预报的误差 也是最低的 我们模式跟其他的 这个AR模型比 它这个也是 预报技巧相对来说 要好一点 但我们这个 有这些龙邦性 比较强 那么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人工资料的黑箱子 它只是帮你提高 仅仅帮你提高 这个预报技巧吗 不是的 人工资料它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也可以帮助我们 改进这个提高 对这个 它的基地的认识 比如说它的 IOD的 可预测来源 比如我们提前三个月 这是提前三个月的 对正的耳机 跟负的耳机 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信号 它的普利克斯最强 一个是我们知道 西太平洋 这个沃克华流 对吧 它会直接影响到印度洋 还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这一块 澳大利亚高压 强的话 有利正的耳机 弱的话有利负的耳机 所以它是相对来上 比较有点对称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话 如果你提前三个月看 它的普利克斯就很不一样了 对负的耳机 它主要是热在太平洋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从 A-0到哪里亚的一个转换 它如果对正的耳机 提前三个月的 可不是仅仅是热在太平洋 它可以看到 北太平洋也是很大的影响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北太平洋 它通过所谓的 西日诺夫的 普利克斯基制 它会影响到 涉到太平洋 比如它可以 延续了两年的 比如前一个是 普利克斯基制 它会影响到 涉到太平洋 比如它可以 连续东太平洋 它是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挖掘出 它的这种 IOD 比如说多季节 可预报性的 它的这种 非线性的这种特征 就帮助我们更好的 增加它的基础的认识 那这是 SON就是 当我们一看了 刚才IOD 我们看了东洋 就是西洋 就是它的预报技巧 相对来说 其他的动力模式来说 也是最高的 我们也看了 我们知道 IOD是 春天开始发生 夏季发展 秋季最强 那么冬季的话 就没有了 我们就不需要看了 IOD不存在了 我们看了春季跟夏季 你可以看到 它的IOD发生发展 它的这个季节 它也是 人工智能的预报模型 它技巧也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是热带气候 但我们如果提高了 热带气候的预报技巧 但我们从理论上来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 这个东亚气候的 夏季保技巧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直接的 勾结了一些预报模型 Air模型 来提高我们 东亚的夏季降水 这里面我们勾结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 two step unit 我们刚才讲的是 用一个场来报个指数 对吧 那这个unit可以 用一个场来报一个场 那么它这个就帮助我们 能更好地能够 预报这个 它的这个降水的空气分布 等等 这是我们 那当然这里面我们用了 两步法 就是两步法 首先我们用所有的预报因子 比如三月份的海温 日海量 环流 等等 所有的可能的预报因子 我们放进来 训练这个unit的模型 然后我们报 夏天的这个西太边的环流 那么来利用这个 报的环流 然后我们再勾结了一个模型 unit的模型 来报这个东亚的这个降水 那你这是我们认为的 两步法 那么你有可能认为 为什么不能一步法 直接用输入那个预报因子 报降水呢 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 我们也做了这个实验 这个呢 就是非常的 这个一步法的话 它的技巧是很低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降水 是非常的 非信性的 stochastic的 它的这个发生 它的发生的这个 它的这个 非常的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你要 用人工智能方法也好 别的方法也好 你直接去学的话 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先把环流 爆出来 我们知道环流是 很大的影响了降水 对吧 环流爆出来以后 再勾结了模型 爆降水 这样的话 用两步法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 爆出这个降水 那么这是我们的预报 这个对长江流域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区域 长江中下游 你看到 从82年到2020年 它是对这个 空气分布的 有预报技巧 那么有的年份 预报技巧很高的 那有的年份很低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 就因为有的年份它可能是 X-20 force很强 它对这个降水的影响很大 所以预报技巧高一点 有的年份可能是 X-in-tonal的 完全大致内部的信号 那你就很难报了 你没法报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北美的四个多模式 它的这个 40年的平均 它基本上的空间 空间分布的 预报技巧 基本是零 我们模式也既然零 unit稍微好一点 我们这个 人工智能模型 如果我们只看 这个长江流域的 中下游的 一个区域平均的话 那个实际序列 你看到2020年 是长江流大红楼 你看 观测的话非常强 那么我们看看 它对这个实际序列的 预报技巧 北美动模式几乎是零 我们的动力模式是0.33 T unit 0.39 好一点 比我们的动力模式来比的话 它增加了一点 但是我们看 每个月份 六七八 每个月份 你可以看到 红色的话 人工智能 预计模型 它基本上都是最高的 所以它这个还是比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美女的话 它也复高的北跳一些 积极力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 人工智能模型 还是可以很好的 抓住它一个积极力的 这种 季风的 这个北京的 这种 一种跳跃性的一种过程 那这个是预报模型 我们勾集了 人工智能预报模型 来直接爆降水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勾集了 南星大的气候预测系统 是动力模式的 那么我们知道 动力模式 它的分泌力不够 我们现在只有100公里的分泌力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模式有偏差 那么我们可以勾集 一个人工智能模型 来盯正我模式的偏差 同时呢 我提 来从降尺度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做了 就勾集 我们做了两个 一个是确定性的 一个盯正方法 一个是概率性的盯正方法 确定性呢 因为这样去 他们要提供 也提供确定性的 明年 比如今年下跌 是长洋流油多余 还是少油 需要确定性的 对吧 实际上我们知道 长江流油 东亚这个夏季降水 它是非常的不确定性的 对吧 从原理上来讲 我们要用概率预报方法 那么这个概率预报方法 当然需要你很多的成员 我们现在聚散量非常大 这个资源可能不太充分 但是我们这里面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方法 来帮助我们提高 增加这个样本量 帮助我们提高这个概率预报 这是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一个尝试 文章已经发表了 那么这个确定性的预报 跟概率预报 这个方法 解答的我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降水的分布 是非常不规则 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 那么待会我们看降水的偏差 它就有正偏差 有Drive by S Wear by S 它就有点正态分布了 那么我们就对降水的偏差 勾结了一个所谓的自动编码器 学习降水的 动力模式预报的降水偏差 然后我们用ResNet是干嘛呢 它就是一个勾结了 因为ResNet它是像一个偏差定制模型 我们报了很多的环丽 等等这期尝 那么我们用ResNet勾结了这些 预报的尝 跟我前面学到的这个偏差 降水偏差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decoding 就是解码 这种解码 把我们丁正的这个预报的偏差 再加上我们原始的预报 就得到了丁正好的预报床 这就是我们确定性的预报 那概率性预报呢 我简单讲一下 我们就所谓的conventional variance 就是aut encoder 就是相当于条件变分 这种变码器 我们就是利用预报的这些偏 利用它的这个方法 是勾结了 原来我们只有九个成员 我们勾结了一百个成员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去做这个概率预报 那么这个是结果 就是我们大概是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应务部门可能他们用的一般是UF的定征方法 对吧 你一个长 环瘤长 你这个偏差 然后你跟酱的自己这个偏差 勾结的关系 然后进行定征 还有一个呢 quanturn mapping 就是我们知道酱水是很难报的 那么它的这个 尤其是强降水 所以你可以用它的这个概率分布的 quanturn mapping 它的改进是非常少的 EUF反而变得更差 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的预报 AI定征模型 可以看到它的改进幅度就比较多一点 它的预报误差 就是Lutem square 预报误差就降低了 尤其在我们中国东部 南方这块 预报误差很大的这个地方 它的技巧降低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我们用EUF的话 quanturn mapping 它预报误差反而增加了 所以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这个 人工智能定律发展 是可以在我们动力模式 预报的技术上 可以进步作为改进 那这个呢是空气相关 就是我们对每一年 它我们整个中国东部 这个夏季降水的空气分布 它的预报技巧 从10年到2020年 对 所以这个11年 那么我们原来的这个动力模式 大概它平均 11年的平均大概0左右 那么这个EUF也好 quanturn mapping以后 它反而变差了 那我们像 我们勾计了两个AR模型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有改进 增加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OK 我马上结束了 OK 马上结束了 没有问题 它的预报技巧有改进 但是还是很低的 这说明这个我们东亚降水 预报它的难度 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我们概率预报 就是多余年份跟少余年份 跟我们这个是我们丁盛以后的 跟我们原始的比 它的这个改进程度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最近的一些 已经发表了 或者正在投的一些文章 关于人工智能方面 大家改进去看一下 那最后呢 我给大家 目前就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科学发展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数据驱动 一个我们是物理驱动 对吧 就是Flu Dynamics 对吧 流体力学方程 然后把它这个平均方组 离山化 得到了我们的数字模式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 这个人工智能化 数据就是 你知道给我足够多的数据 我就能够学出来 对吧 但是这两个 现在目前我们两个方向 都发展 都碰到了瓶颈 比如说我们IR模型 它的可预报性 或者它可解释性很低 黑箱子 它对小样本的数据处理不好 那我们的动力模式的话 现在如果提高一点点分辨率的话 你就需要大量的计算 来支撑它 而且很多的资网过程等等 它的都是不确定非常大 限制了我们这个预报模式的 这个模式的这个性能 这样现在大一个趋势就是融合 就是我在动力模式里面 我们把人工智能方法 怎么用进来 发展越快越好的 是智能化的数字模式 那在我AI方面 AI模型方面 我们怎么把物理规律放进来 物理规律约束放进来 使得它可解释性增强 可以更好的 这个解决小样本问题等等 这个是一个方向 大家我觉得 接下来的10年甚至10年20年 可能这个这方面的文章 可能会大家会越来越多 这个当然我们也用人工智能 组织了一个 N时的预报 近赛大概两期之后是队伍 穿赛 这个是2021年的 跟阿里巴巴他们一起组织的 还有中国气氧局 海洋局等等 那么这个是国内的话 对人工智能是一块 它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包括我们2020年的 这个我们第一个重点研发计划 包括还有气氧联合基金 它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 项目越来越多 包括智慧海洋 智慧气氧这方面的一些 研究机构的成立 那么国际上面的话 也是非常的关注 包括WMO的 它每年会准备一个 次阶级的人工智能挑战战 那么我们知道 欧洲中心的话 它勾结了一个实力规划 包括人工智能的 它里面包括人工智能的 Data Simulation 对吧 它也报观测 以及预报 以及它最后的这个 service等等 它都把人工智能 都报好进来 因为我们知道 数字雷声计划 就是数字地球 包括圆影洲 等等 它的智能观察 那么我们联合国的话 也有一个 AI for good 这么一个action 就是这个program 现在他们对这个 AI for climate 等等这方面 也非常关注 那么我的报告 就到此结束 谢谢丁老师 谢谢各位 看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 卢教授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提问题 就说 网上 和往下 和会场 现场都可以提 丁老师 我想 好 王斌教授 对 那个 金家 你这个报告呢 内容很丰富 而且你们做了 大量的工作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这个本人呢 本来对这个人工智能呢 有一些偏见 我主要觉得 它一个问题 是有这个overfeiting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可能就是说 它很难提供一些物理上的 understanding 那你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 这个未来的方向 还是蛮好的 就是说 要把物理的模式 和这个AI 相互结合起来 你今天谈到说 这个AI 可以帮助我们 detect predictable source 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吧 这个呢 实际上 我觉得也是 我最想 希望知道的 就是说 提前几个月 对某一种现象 哪些地方 是有这个 可疑报型来源的 当然AI本身 它并不能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地方 会和后期联系来 但是它至少可以 起发我们 从物理上 去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 有很大帮助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 这个样本容量的问题 你也提到了 你觉得在这个 气候预报当中 这个因为样本容量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 overfitting的问题 王老师 谢谢你 你就刚才 就这个问题 对吧 王老师 谢谢你 这个气候 就是说 它AI 尤其深度学习 它那个基础 就是大数据 对吧 那你没有大数据 你小乱数据 你直接用来做 那个训练 肯定会导致 overfitting 很容易的 很有overfitting 这个呢 大家的一个 concern 但是问题是 并不是说 AI 它就不能处理 小样本数据 它就看你 怎么去做 就刚才我 在我们的 那几文章里面 首先我们用了一个 就是 几十个模式的 历史回报 就一百多年 那这样 有很多个成员 我们就一万年 这种数据 那就可以增加数据 那在模式 当然是 跟观测 模式有偏差 对吧 对吧 inso它的模拟 基本上 主要的特征 还能模拟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 所谓的替代的 就接近真实的 但是呢 又不是真实数据的 这种 你可以拿它 用它做那个 预训练 所谓的 transfer learning的方法 这是一个 处理小样本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把那个 物理规律放进去 比如说 我们知道 你把那个 地转风平衡放进去 那我们知道 气压低度力 跟风向 它很大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样 我只要几个数据 很少量的数据 我可以让那个 人工智能学生来了 不需要大量的数据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还有元宇宙啊 这个生成对抗网络啊 等等 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帮助我们 去处理小样本问题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我没想 我没有那么大的数据 我就不能做 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误解 但是这个 我觉得人工智能 他们领域 也是对小样本问题 也非常感兴趣的 他们也在 作为各种各样的 这种 agorism的 根性换蛋 就是你看 他们这个 他们的community 比我们大多了 一百倍 几百倍都有的 我们大气海洋 全球来讲 在一点点人 他们的agorism 更新换来非常换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非常关注 他们这些学科的 新的发展的方法 很好的帮助 用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来 帮助我们改进 物理现象 机器的认识也好 预报也好 模式的改进也好 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我今天做这个报告 也希望引起各位老师们 或者是这个 尤其年轻的人的 他们那些 关注和兴趣吧 好 谢谢汪老师 谢谢你 谢谢 罗教授 你今天精彩的报告 好吧 我们就 时间关系 我们就到这儿 好 我们今天的报告呢 我们整个就是到 四个很精彩的报告 我们就到此为止 大家提了不少问题 对我们每报告人 和对我们听众 都是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请 气象学报的编辑部 他们来 来公布 那个抽抢结果 那么谁 一来 你们来吧 好的 好的 我们在十点钟和十一点钟 进行了两轮的 这个福代抽奖 在上云直播间 产生了六位获奖人 我念一下这个名字 这都是网络的名字 但是对应的 哪位参规者 请大家自己认领自己的名字 洛回 HQ 冬瓜小姐 BDR 初中 凡人 恭喜这六位中奖者 这个奖品是 我们那个科普部做的 这个气象甲骨文雨伞 它还配有燃料 颜料可以自己 就是可以自己去 去画这个字 那个小孩子应该非常喜欢 得奖的人 请联系我们的那个客服 然后 可以获奖 提供地址和电话 我们就会把奖品 快递到你家 好吧 谢谢 最后请你预告 我来预告一下下期的报告内容 2023年3月下旬 主题 中国气象再分析数据 与AI应用 这个呢 就是报告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中国的再分析资料系统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报告 就是说 也是一个 一个再分析数据集 中国气象局的再分析数据集 向大家 那个 向大家做汇报 就对这个数据集汇报 那么 我们主要有 徐晓峰研究员 刘志全研究员 美国恩卡的 还有思春香研究员 梁学东研究员 还有呢 毕凯峰 主任 公众师 这是华云的云计算有限公司 华为 对不起啊 就共同来做报告 我们初步定在时间 是3月下旬 那么各位 各位朋友 各位听众 各位专家 我们下次再见 好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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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